妻子怀胎八月查出癌症 医生问保大还是保小 丈夫却说两个都不保 镜头前的女人叫杨凌云 病痛的折磨让她呼吸都成了问题 几周前 医生诊断她患上了恶性肿瘤 为了救命 医生建议她终止怀孕以便接受积极的治疗 而杨凌云却选择了坚守 她决定保住肚子里的生命 这个决定让她由一个光彩亮丽的女人 变成了一个瘦成皮包骨的人 在采访中 她提到自己的选择是泪流满面 显然背后有着她难以启齿的痛苦 杨凌云的家人对她的选择感到难以理解 甚至觉得她做了无谓的牺牲 据杨凌云的姐姐杨小云描述 杨凌云和彭江平都是二婚 彭江平带着一个孩子进入这段感情 而杨凌云从未因此而介意 反而全心全意地为家庭付出 她深信彭江平是她的命中注定 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付出 包括在40岁高龄承受怀孕的风险 只为给丈夫一个属于二人的孩子 而如今 她独自一人承受着这场病魔的侵袭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 尽管房间里聚集了许多亲人 丈夫彭江平的身影却不见踪影 不一会杨凌云的情况急转直下 家人紧急将她送往医院 途中她几次呼吸困难 命悬一线 医生们迅速采取行动 并同时追问彭江平的位置 也为若情况更为危险 需要她来做最终决断 杨家人此刻尴尬地表示 他们虽然曾努力联系彭江平 却鲜少接通她的电话 这让亲戚们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 为了揭露事情的真相 记者决定与杨小云一起去找到彭江平问个清楚 妻子怀胎八月查出癌症 医生问保大还是保小 丈夫却说两个都不保 杨凌云住院后 她的姐姐连忙带着记者找到了彭江平 想她透露了杨凌云的健康状况 而彭江平对此却显得异常冷漠 声称自己有一个和前妻生的儿子需要照顾 无法分身去医院 在记者追问她如何选择处理妻子 与未出生孩子的生命安全时 彭江平知之五五 明显不愿意面对这一困境 她似乎更专注于为自己的不作为找借口 而不是关心妻子的健康或即将出生的孩子 这让杨凌云的姐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更加震惊的是 彭江平在离开前还偷走了杨凌云的订婚戒指 一个象征他们爱情的珍贵物品 她的离开原本被认为是为了筹钱治病 谁料她却音讯全无 长达数月 随着杨凌云的癌症扩散 医生紧急要求家属做出抉择 是救母亲还是救孩子 杨家人面临艰难的决定 最终又必须依靠彭江平的选择 在一番交涉后 彭江平表达了对生孩子的矛盾态度 承认了妻子因爱特尔选择保态 但她却在关键时刻逃避责任 尽管彭江平最终同意到医院签字 但她的行为已经令所有人愤怒 尤其是在她公然表达 再生一个孩子对自己是负担时 这种自私的态度更是让人难以愤恨 我心想这孩子不要了 不要了 孩子可以不要这个大人的命呢 也保不住吗 妻子怀胎八月查出癌症 医生问保大还是保小 丈夫却说两个都不保 杨凌云面容憔悴地躺在病床上 仍心记着已失联数月的丈夫 最终在调解员的劝说下 彭江平来到医院 并掏出了二人曾经的订婚戒指 并带回了杨凌云的手指上 重逢的喜悦难以言表 虽然杨凌云不解丈夫为何如此晚才现身 尽管疾病缠身 她依然微笑着抬起手 仿佛在告诉彭江平不需要担心 她有信心把孩子顺利带到这个世界 杨凌云的愿望很简单 一是希望丈夫能多陪伴自己 二是期待孩子能平安健康地成长 她甚至已经想好了孩子的名字 彭因爱 意味着孩子是因爱而生 然而 当彭江平听到这一切后 内心却开始泛起波澜 杨凌云将所有的爱都倾注给了这个家庭 却没想到自己的付出换来了背叛 在得知丈夫的冷酷决定后 她感到一阵刺骨的寒冷 不明白为何自己的牺牲换来的是丈夫的无情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些沉重的交谈中彭江平又一次神秘失踪 掏弃了他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逃避了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不久之后她发来的短信不是道歉或悔改 而是充满了对杨家的不满和怨怒 在这一刻杨凌云满怀失望 她用尽最后一次力气 请求家人好好照顾即将到来的孩子 最终在完成这生命中的最后使命后 杨凌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心中充满了遗憾 当杨凌云离遇产期还有两个月时 却突然早产 虽经过紧急抢救 孩子平安出生 杨凌云却永远留在了那个冰冷的手术室 在这场婚姻中无法共患难的伏计 结局无疑是悲剧